五六月份的同一發票開獎了 其中的千萬獎項 由兩位得獎的幸運民眾 是用悠遊卡消費的電子發票 也就是首度有行動載具的 無實體電子發票 開出了千萬獎項 其中一張是在新北市三重區的 全家便利商店所開出 另一張則是由台北市中正區 同一超商所開出的 國中獎這兩張悠遊卡 目前還沒有完成電子發票的 完整歸戶作業 所以暫時無法以自動轉賬服務 領取獎金 根據統計顯示 這一期的電子發票 一共開出了五張千萬特別獎 還有五張200萬特獎 另外還有24位20萬元的獎金得主